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书院出现前 想要从师学习 要么有钱有权 要么跟着某个学者 但是像孔子这样的名人 相传有弟子三千 要听他的课 课得耳朵够好 唐朝起出现的书院 给许多人带来了新的机会改变命运 从此教育不再是稀有品 而且在书院盛行的时期 各个书院还会以不同的口号来吸引学生 在科举制度盛行的时期 书院作为对观思学的补充 帮助许多人通过考试走上加官进爵的人生巅峰 斗转星移 书院已经改叫辅导班 但初心不变 它依旧是对现有教育制度的有意补充 数以万计的家庭通过它 得以接触到更好更多样的教育资源 不过 从书院到辅导班 可不仅仅是换个名称这么简单 而是彻底的鸟枪换炮 去掉了书字 抛弃的是读万卷书的题海战术 捡回来的是对学习的兴趣 一开始学习就疲惫不已 感觉身体被掏空 这才不是辅导班的本意 新东方独创的VPS进步可视教学体系 量化掌握的概念 重点针对错题进行训练 实时向家长直播孩子的每一个进步 让孩子在点滴的成就感里 喊出我爱学习 学习使我进步 所以这所名叫新东方的书院 你要不要考虑看看 对了 这所书院还是可以24小时全天后自助报名的哟 对学习的爱意 一分一秒都不用压抑 az ты 带你 带你 带你